中共上海市委昨天举行常委扩大会议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全面部署明年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市委书记韩正强调 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握大事大局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 全力以赴谋划好十三五开局 齐心协力抓好关键任务推进 以特殊的精神状态很抓落实 开拓进去 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韩正指出 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精神 本市明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总基调是 坚持稳中囚禁 重载囚禁 韩正指出 各项改革做好长期攻坚准备 不求必其功于一役 工作目标与主要指标要积极稳妥 积极就是要抓住先行探索 各项工作态势向好的时机成事而上 稳妥就是要留有余地 各项工作不积累新的矛盾问题 坚决守住发展底线 坚决防控各类风险 工作抓手就是要按照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 创新发展先行者的要求 重在改革创新 攻坚突破 激发企业 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和动力 加快发展动能转换 要重点把握五个原则 抓经济增长 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抓改革攻坚 更加注重持续深化和实际效果 抓保障民生 更加注重均衡性和群众获得感 抓城市管理 更加注重消除隐患防范风险 抓补短板 更加注重市区协同 客难攻坚 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齐心协力 在推进落实上把握关键 韩正指出 有的部门研究有深度 推进有力度 工作成效值得肯定 而有的部门研究可以推进不够 研究太虚 推进太软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韩正强调 明年工作要重点把握九个方面 一是自贸实验区建设要持续推进制度创新 明年自贸区制度创新任务兼具 所有工作必须聚焦商市制度 贸易监管制度 金融制度 政府适中事后监管等改革创新 形成一系列成型的核心制度和基础制度 要始终围绕国家战略 各项制度创新改革开放的举措 要立足于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20加快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围绕科创中心22条和9方面配套政策抓落实 尤其是极具用好各类人才的政策 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集中力量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要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环境 创造更加良好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良好的环境关键是法制化市场化 三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上海国资国企改革有了很好起步 绝不能停步 更不能走回头路 改革方向必须坚定不移 就是要推进国资管理与企业经营适度分离 国资体现国家战略定位 国企大踏步走向市场 以国资管理创新带动国企改革发展 四是深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明年要全面推进落实好市委一加六文件 市区条线部门要主动适应基层新变化 基层队伍要提高管理能力和服务群众的水平 各方力量要加强协同 再发挥社会力量 激发社会活力方面下更大功夫 五是继续加强地区环境综合整治 关键是做到四个必须 加强五维综合整治 市和区县要齐心协力突破难题 公安 消防 城管 工商 归土 安监检查等 要加强协同 开展联合执法 六是切实加强民生保障 公共服务体现均衡发展 未老服务要完善体系 基本养老服务应保尽保 收入分配改革要积极稳妥有序 七是加强舆论引导 进一步处理好阵地和市场 导向和效益的关系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深度融合整体转型 八是按照中央要求 积极稳妥推进群团改革试点 着力加强队伍建设 突出联系服务群众 强化支持保障 九是认真做好明年区县 乡镇换届工作 韩正强调 岁末年初必须牢牢守住 城市安全底线 把城市生产安全和运行安全 作为重中之重 加强轨道交通 消防 危险化学品等领域的安全整治 高度关注人员密集场所 和公共场所安全 要把握好确保城市安全 和营造节制氛围的关系 不能简单用取消活动 来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做好安全评估 搞好节庆活动 让人民群众过一个安全有序 欢乐祥和的元旦和春节 要统筹安排交通运能 确保春运高峰期间安全有序 要妥善做好困难群众的 关心帮助工作 做戏做实 既不遗漏也不多头 让困难群众真切感受到 来自社会的关爱 年关已尽 要以更言更实的作风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求 进行三言三十 对各类违规违纪行为 言诚不待 会上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 总结全市2015年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对2016年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杨雄指出 明年要重点做好九个方面工作 第一 着力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 加快形成一整套可复制 可推广 比较成熟的制度架构 第二 着力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以建设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 和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重点 狠抓推进落实 第三 着力推动四个中心建设 经济稳定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 第四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重点推进养老服务 就业服务 社会保障 住房保障和旧区改造等工作 第五 着力推进文化和社会事业改革发展 第六 着力加强社会治理和城市管理 第七 着力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第八 着力强化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第九 着力转变政府职能 持续改进政府作风 记者丁元旗报道